本月28日上映的芯片《长空之王》昨晚在北京首映 王一博 胡军鱼士等主演身着飞行制服整齐亮相 竟显中国试飞员的风采 我是试飞局第一大队大队长张婷 我是试飞局 试飞员雷雨 我是试飞局 试飞员邓峰 电影《长空之王》向观众展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 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 勇敢成长的故事 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 报告万丈战后 特想通过这部电影 通过我们的表演 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试飞员这么一个团体 他们是默默无闻的 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所知道 但他们的价值是非常厉害的 当晚空军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也前来观影 勾起了诸多往日记忆 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和我们的战友并肩 是非的日子 这种片子的主题 它正好是宣言我们整个是非团队的一种精神 忠诚使命 勇敢 无畏 追求卓越 此外黄建新 郭帆 沈腾等电影人也来到现场 共同感受中国试飞员的萨爽英姿 特别是我在这个号称听到 那一段应该是真实的声音的 就是无法返航的若干次的时候 就是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 让我们的不断的有一代一代的飞机非常难填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致敬他们的 导演给了我们一个我们陌生又渴望之道的群体 所以这个电影继续吸引力 真的好看 特别特别激动 完了之后刚才趁前辈们发言的时候 我还给导演创作了一首诗 吸耳无听 小事小事 打尖起不可一世